抵达柏林进行访问的苏纳克 在接受德国军力欢迎时 场边出现挺巴勒斯坦的民众 摇旗呐喊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 不过两人都没受到影响 继续走红毯完成这场隆重的仪式 走向会场准备进行会谈 两人在会谈结束后举行记者会 肖茨和苏纳克表示 英德两国都不能接受间谍渗透 未来在情报工作上 一定要更加严格执行 做到滴水不漏 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的证据 不管是从哪里来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索 那些人的财务 会被拒絕和被拒絕 我们的国家和国家和国家 是一切项目的 我们不会拒絕任任何活动 苏纳克此行事上任后 第一次访问德国 虽然英国已经脱欧 但德国仍是英国在欧陆的 最大贸易伙伴 去年双边贸易额达1477亿英镑 除了情报与经贸外 两国还要共同开发火炮系统 将用于两国的装甲车上 明时新闻综合报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